我国将在下个月重开国门 这让备受新冠疫情冲击的旅游业和酒店业 是终于迎来了复苏的曙光 不过疫情下防疫措施不得松懈 非法民宿业者在没有管控下 恐怕会形成防疫的破口 那商务酒店协会就呼吁政府制定防疫守则 来打击非法的民宿 让合法民宿和酒店可以公平竞争 我国下个月重开大门宁客 旅游和酒店业者乐见其成 抱着积极心态迎接外国游客 不过病毒当前防疫措施不能马虎 不受管控的非法民宿恐怕将形成防疫漏洞 商务酒店协会全国海外贸易发展部 兼柔州分会主席谢秉毅 促请政府加大打击非法民宿的力度 同时列出一系列防疫守则 确保合法的民宿和酒店可以公平进行商业活动 在疫情期间其实我们面临很大的严峻的挑战 尤其是这个非法的民宿业者未经管控 所以也造成我们一个很大的负担 我们酒店业者其实面临他们这样的一个挑战 我们也很希望政府可以推出一系列的管控措施 来确保其实民宿业者他们也在合法 合理跟适合的情况底下进行他们的业务活动 尤其是也可以make sure他们也有在做 做好这个消毒的措施 谢秉毅指出一些非法民宿业者一心只为利润 罔顾旅客安危 一旦防疫失守 留业将面对另一波重挫 全球疫情形势严峻 重开国门固然有疫情反弹的风险 但谢秉毅认为 如果再继续关闭国门 恐怕有更多商店再也经不起打击 而关门大击 引发另一波失业潮 那我们这次也是抱着一个积极的心态 来看待这一次国门开放 希望可以在一个新常态的情况底下 所谓与病毒共存 那大家也做好自身的监控 可以一起度过这次的难关 最重要是平平安安 当然国家也可以经济也可以如往的复苏 除了旅游业者 身负重任扮演监督角色 谢秉毅认为 餐领业和零售业同样肩负抗疫责任 各方必须严守防疫措施 才能为我国旅游业建设一道防疫铜墙铁壁 避免我国经济再受疫情重锤击垮